财经头条继续关注壮大耐心资本系列报道 作为新智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最近几年不管是在低空还是在海洋 一大批高效能高质量的硬科技新应用相继涌现 当企业和资本双向奔赴 当看到自己投入的资本时间和精力开花结果之时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让我们走进一位投资人 跟着他一天的行程来寻找答案吧 2020年10月4年他们已经达到了持航证 一定连接过了 已经开始有转票了这个 准备降落了是吧 准备降落了 4年之后李建威再次搭乘这款航空机试飞 如今它已经是全球首个三正齐全的 EVOTO飞行器 这意味着它不仅已经拿到了准飞证 还可以进入规模化生产 对于企业来说 曾经的蓝图终于变成了现实 对产品技术方向的认可 以及对行业空间的看好 让李建威对这家企业充满了兴趣 2015年 在和公司创始人只见了几面后 李建威就代表他彼时所在的机构 正式对这家公司投资 而在当时 企业才成立了一年多 正式员工只有6人 低工经济的好处是 其实把整个经济从二维变成三维 就你拓展了空间变成立体的 本质上用无人系统能做到 有人系统做不到的事 同时成本大幅降低 这是我们底层的一个投资主题 总共投了大概700多人民币 所以我们就可以启动起来 资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铁量小呢 我们就要考虑就是 一个是挣钱 公司得挣钱才能活 第二呢就是融资 然后让他对我们产生这个 有信心嘛 有信心以后愿意给我们投资 然后愿意给我们伴飞 前面我们一直在 很小心地在呵护他 栽培他 今年开花了 还没有结果 但是花已经开了 截至目前 企业的市值已超过 70亿元人民币 曾经陪伴企业一起成长的 不少投资机构 也收获了几十倍的财务收益 而在耐心资本看来 智慧物流的机遇大门 才刚刚打开 低空经济其实 除了空中低势以外 我们还投了一些 其他的公司 比如说干线子流 我觉得这个定义还挺好 一个多小时后 李建伟从广州来到了珠海 准备查验 他们的另一个投资项目 在这里 老朋友程亮 向他引荐了一位新朋友 公司最新量产的无人船 建伟 这就是我们那个L25C 现在在这个海上风电 还有海上油气运维 它来做水下的管线的一些巡检 它只有2.5吨 但替代的都是500吨到1000吨的测汇船 它的燃油 对啊 燃油成本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几 这个对比还是挺强烈的 是啊 是啊 而且呢我们现在给它装上 这个卫星通讯设备 可以不需要母船 不需要宝藏船 自己从岸边出发 然后一次出去一个星期 可以开1500公里 对 就是自己独立就可以完成作业了 整套系统无论是软件 还是整个硬件动力 对 对 有没有一些海外的部件 会不会被卡脖子 基本上来讲我们整个硬件 包括结构这些 都可以做到百分百国产化 然后我们的软件呢 更是自主研发的 2010年 公司成立之初 我国的无人船领域 还是一片空白 全球范围内 也只有不到10家企业开展布局 20年第一次到这个指挥中心 应该也就是三四艘船 然后码头就没那么多船 现在我看都全都密集地排出来了 您四年前来的时候 那我们很多大型的一些船 都还处于让机状态 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 部分合伙人先后离开 和一些投资机构的不认可 也曾让乘量压力倍增 当时那个机构 然后最大的质疑是什么呢 对 就是说环保市场太小了 市场对 但当时我们讨论 已经有了这个海洋的产品 后面咱就做出来了 这还挺厉害的 第一个十年都是在研发 第二个十年开始面向产业 规模化 应用 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需要 更多这样的耐心资本 而此刻耐心资本 已经在收获时间的股市 有些下方 有些下方 也不然 我给你帮助 但是我来说 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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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助 我帮助 我帮助 你帮助 我帮助 你帮助 我帮助 我帮助 你帮助 你帮助 我帮助 我帮助 我帮助